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友谊 为你而来 十年旅程 感谢友谊 感谢友谊 真的很开心大家一路陪我走过了这十年 真的 说长不长时间 说短见面不短 对啊 刚才我们还在后面在聊 我说天呐 我们在回忆 从第一章开始 我就陪着你 对对对 前锋摆进吧 那个时候是 对对对 我们到今天旅程又开始新的一个十年 拥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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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 这是我给未成的第一个祝福 是这个拥抱啊 我觉得最简单的祝福 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要跟大家发布的有很多重要的信息 是要跟各位去分享的 是的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十年好了 说到十年当中 你觉得哪些时间段或者哪些记忆 你特别想跟大家去再次重温的 我觉得每一段都会有 录过很多的精彩嘛 然后很难忘的 然后像第一张这个EP一开始 然后第一张专辑 千双百计 然后到第一次的演唱会 第一次的电影 然后第一次演话剧 然后一直从来 还做过主持人 还做过 对啊 你为什么就很 很那个什么 我记忆可是跟我说 未成多多主持人了 还好就那么一记 对对 主要是这个 还是觉得认认真真做好唱片 是 好好唱歌 其实是对我来讲最重要 对 所以 今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 从这个07年快乐男生出道 一直到现在 这个17年 然后发行了自己的10年的这张专辑 名字叫旅程 我觉得一路走来 大家都是我的见证人 大家都是一路陪着我成长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心里的那个感受吧 那个感触是不一样的 OK 是跟每一次发专辑都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上台之前 我真的是有一点兴奋 又有一点紧张 感慨了 对 今天在现场其实来了很多我们的乐情 有多少是真的从07年开始 就跟随未成 投过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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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长的就不像是10年的 你们 就不要在这护水沐浴啊 真的是 差不多 九年 九年十年 真的是那个时候 真的 十年 十年 十年了 你们从九 你不要这样 这个 五年 好 这边都是诚实的 受累了 受累了你们 耽误你们学习了 从 从 五年级就开始 就是 关注你 每个月的花费都一直透支 哇 天呐 你们从二级到了四级都已经 哈哈哈 我觉得这只是说大家的 一种 一种在 行为上的变化 但是我相信就像他们喊的一句话一样 初心不变 是的 十年的第一天开始关注你 到今天就像我们说的这张专业叫旅程一样 就像是一段一段不同的阶段都有他们的陪伴 而且这张专专业当中有很多我觉得每一首歌的名字就和你们一样 在这个复杂的人生当中 大家就像藤蔓之间 在这个旅程当中虽然道路很远 藤蔓之间 哦 好的话 十年都学会了 就看粉丝有学问你知道吗 真的是 刚才魏晨都没纠正我 你们来纠正我 好 现在我要说什么 哈哈哈 好了 我觉得是就像这张专辑旅程一样 有很多故事今天要一一来分享 这样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段几个VCR 好 里面有很多魏晨和你们重要的十年节点 在里面都有 舒服地 你们也会在这个小片当中出现 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 一起来看十年回顾 在这边 我们是以PPT的形式 那我们就一边看一边聊好了 这是07年出道 然后第一张EP 名字叫做乐天台 造型 让我们回顾一下你怎么样 造型就觉得 就是 特别乖是吧 小鲜肉嘛 那个时候 小乖 对吧 香草男孩 香草冰淇淋 没有 好 现在呢咖啡 哈哈哈哈 OK 香草男孩 07年出道 08年第一张EP 乐天派 十天销量十二文章 刷新2008年唱片销量的记录 掌声 哇 一出的就这个成绩 我们接着再来 10年 这个就有我了 对不对 谁明天也在现场啊 有吗 你在 你们不是说一起跟随了十年吗 这一成就没了 千锋百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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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还小 那天印象我太深刻 就是你我还有 朱紫霄 我们一起 还有张杰 对 然后玩死了一只章鱼 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张专辑可以说也是 开始要尝试不一样的曲风嘛 对 但是有舞曲啊都在里面出现了 对 那个时候还在拍戏啊 拍这个 一起去看流星雨 对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出这张专辑 就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然后也是在拍摄这个电视剧的同时一起发发行的这张专辑 这个第一次发专辑还是还是觉得充满了很多的未知 是 对 那次发布会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啊 真的是 今天也有可能各位媒体准备好 是 好 这张专辑 OK 接下来是11年到破晓了 登上到不同的舞台 也在代表中国艺人在国际舞台上拿到了亚洲最佳新人奖 对 这张也很有突破性了 去了 去了那个国外 海外的地方去这个尝试学习嘛 对 OK 好 破晓之后接着再来 Way Space 2012年了 这张是在newsradio中国特号版网拿到了内地最受欢迎男歌手和内地最受欢迎唱片 同年举办的全国签售会实体销量也是轻松破万 这张你们也应该有参与到吧 有 Way Space 而且这张就开始有自己很多个人的特色在里面了 特色 然后也参与了创作 Way Space这张专辑有很多的歌也是自己写的 是 这张也值得记忆 有收藏吗 有 好 接着再来 上一张 13年了 登峰造极 跨界时尚圈 也是差年了 newsradio中国套牌榜 内地最受欢迎男歌手 V榜的最佳男歌手 和音乐风云榜的最佳EP 封面恋人也请到了昆凌来出演女主角 这一张传记开始就跟女艺人有互动了 对 对 这张对你来说不一样 因为从造型 还有像这个 包括一些 以前还有创作在里面 对 成分更多 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是自己写的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会有很多不一样 然后包括MV 然后更知道自己想要玩什么样新的花样 然后之前像千方百计啊 然后破晓 VSpace的 这个主打歌都是一个那样很酷炫的 然后从这一次就变得磨灯一些 然后轻松一些 然后整个的曲风也有了变化 我觉得也是新的尝试 而且我印象当中 那一年也开始去各大国际时装周开始出现了 对对对 去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时装周 尤其进入到跨界时尚圈 而且自己也开始自己的品牌了 是的 对 这个时候我印象当中 是你造型给头发最短的一次吧 应该是的 应该是 对 OK 帅吗 短发也喜欢 好来下一张 14年了 这张是首次担任到了音乐总监帽子戏法 第六张唱片 凭借专辑拿下了最佳男歌手和最佳EP 以及最受欢迎男歌手 帽子戏法也是请到了非常当红的也是国际老师 来编舞帽子舞 请到了王兴林来演女主角 嗯 这一张是最色彩度最高的 对对对 最糖果的一张专辑我觉得 这张专辑回忆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很多帽子 哦对对 我们还在节目里做帽子找大家 对很多帽子 然后也是跟帽子有关的舞蹈 然后帽子有关的专辑 然后这个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OK 好 所以在专辑这个内容方面是真的很用心 OK 那你那帽子销量很好 对 各种 接下来还有 再来 2015年呢 2016年推出了跨年专辑白日梦想家 然后首次在台湾 台湾举办的发片会 在港台两地展开了一系列的宣传 台湾专辑也是两周领跑 台湾最具权威榜单的五大金榜成绩非常棒 童年也拿到了最受欢迎男歌手朱大哥也是非常的具有冲击力 OK 这一张专辑其实成绩非常的棒 在港澳地区 那边还有是吧 对 这一张 而且 都没拆封 收藏了 收藏了 里面到底有没有碟自己都不知道 没有也来不及退货了 因为新专辑已经来了 OK 这张成绩很棒 而且可以说也是有很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包括专辑去南非啊 这些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一张专辑还有这个对我来讲 意义最重大的就是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是 成为车柄人了 对 然后等于说完全自己能够有这个责任 然后能够有这个话语权的去做一张专辑 我觉得就想要把这个白日梦和梦想家放在自己的专辑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梦想家都是从白日梦开始的 就是当我第一次探上舞台 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 对 然后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 但是一步一步走过来 就这样走到了今天 我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梦想和追逐梦想的这一路吧 对 追梦男孩 从香草男孩变成追梦男孩 Dream boy 对对对 掌声给魏晨来来来来来 后面是不是应该还有一张吗 我们在谈对 就到今年17年了 全新专辑旅程 发行了 然后有新的造型 然后有新的女主角 然后呢接下来 其实也拿了奖项了 也拿了最佳的男歌手 已经开始有很多的成绩 并且在台湾发行的时候呢也是在五大唱片拿到了很棒的销量和冠军 是的 OK 这张专辑来把我们回到中间来 好好的聊一聊这张新专辑 这张专辑你也拿到实地版了对不对 OK 我们也拿上一张专辑吧 拿上的你们没有 就是这么 来 就是这么的韧性啊 这个 买了 预购了 其实预购一下 今天早晨10点开始就可以预购了 对对对 已经买到了 买了是吧 哇那再买一次也可以啊 这个就是 新的这个是内地版的 然后也会 跟这个台湾版本一样也会有一张车牌 但是是 相同的元素不同的设计 然后之前的那个 台湾版本是我的名字 再加上今天的年份 然后这一次是 这个旅程的拼音大头 大写字母 再加上 再加上我的歌迷会 乐成的这个开头字母 就是很有缘分 对 然后就是再加上这个乐成的生日 然后再加上我的生日 组成了这样一个车牌 OK 这很有纪念意义 因为旅程这张专辑就是讲的一路上 平凡的风景也好 然后最简单的感动也好 我相信 呃 这个车牌的意义是很重要 对上面有关键的数字 对 有你的名字 对 然后看起来是舅舅的 经历了 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是 看过了很多美丽的风景 然后一路走来 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对 挂上这个车牌 就感觉未尘就在你的车上 但是你真的上路可能会被逮 哈哈 不是可能会被逮 是一定会被逮 对 收藏起来挂在下面就好了 收藏纪念 对 不同的版本 这是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大家 其实除了车牌之外 这个专辑 我们大概聊一下 因为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的去分享里面 拍摄也是不一样的造型 包括后面我们看到了 这次感觉就是 有很多的many元素在里面 就是怎么讲 很有故事 因为看起来是 有一些时间感的 然后有一些经历的 然后包括所有的场景 然后所有用到的道具 我觉得因为好多都是旧 像皮衣也是 也是骨骤的 然后像这个车也是 这个很旧的车 所以我觉得就是 所有有故事的东西聚集在一起 然后包括自己 这一路走来 所有的故事都写在这个 专辑里面了 然后 因为 六首歌的词 自己都参与了创作 是 对 所以我觉得想说的心里话 都放在专辑里面 大家就慢慢听吧 认真听就好了 其实除了听之外 看也可以是一个了解 未成这一段时间 音乐性情的一个窗口 请到两位非常厉害的导演 赖美康巴演和黄仲平道演 赖岛拍的是一个记录体的方式 拍了这个旅程 对 里面以鞋为主角 就是因为我在想 因为 那个时候就讲你怎么样 来记录自己一路走来的 所有的不同的角色 然后不同的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换上不同的鞋 我就会有不同的状态 今天这双鞋的意义是 刚干净净 重新做演 刚干净净 带大家一起上路 对不对 你常骂了 你晓得我也很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 就是说就是 重重净净 刚干净净的做好自己的音乐 初心 初心一样 很初心 OK 另外一支MV里请到了杨晨霖 跟晨霖合作其实2015年有一次在音乐会上有跨界合作 这次跟他合作感觉如何 我还说他感冒了拍摄的时候 就是因为拍摄 因为那天是这个马上要过农历年了 所以台北其实很冷 OK 然后我们在那个阳明山上一起 这个假装文艺青年 然后这个文艺青年不是那么好当的 对 所以这个真的很感谢陈琳那么讲义气 OK 然后这个因为之前他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邀请他 他一定会来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诚哥是一个非常非常讲义气的女青年 对 也是诚哥嘛 对不对 双诚 我刚才还在化妆间跟魏晨在聊 我说从昆凌 王兴凌 杨晨凌 接下来想必不是蔡依林 就应该是贾凌 因为都是按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 对对对 对啊 也有可能 对对对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对 所以各位女哥比改成名字里带个零 可能这个魏晨会注意到你们 这都是巧合 这都是巧合 OK 好 我觉得这个专辑里的内容 各位可以在自己买 我去专辑之后 好好地去听一听看一看 非常用心的一张作品 也是代表魏晨的这十年 跟大家想在里面说的话 当然我刚才只是自己编了一些串起来的词 但我相信里面有更加深刻的意义要给你们 对的 好 既然说到了这个旅程 当然我们还说了 最重要的是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还有一群橙色军团 跟着你一起在旅程上 经过每一个节点 对于他们 你觉得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 你会怎么形容乐成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对 然后 好 好 一个就满足了是吧 还是要再来一个 是让我别再说了 是这一句 就是 为什么还在想下一个 你们就好 那这样好了 你再想一个 不离不弃 无怨无悔 好 接下来 恭喜发财 这样好了 我觉得不离不弃 也是有证据的 接下来 我们也要给大家 一起来分享一个视频 位置也是第一次来看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乐成们 今天要送上他们对十年 要说的心里话 和对于专辑演唱会的祝福 好的 我们一起来 好不好 OK 期待 期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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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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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 我在天下维哥练长 在江苏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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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夜山西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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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未成十年了 唯一的经历 听过了这么多年 然后一直有大家的陪伴 其实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增强和勇敢 然后也更有 信心去做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 会面对所有流言蜚语 好 有点短但是我相信里面 承载的内容很多 对不对 有在发布会时候的 演唱会里面的签售会里面的 还有很多在街机的时候 所有的重要的场合 都是大家替我建筑 而且未成其实 我觉得就像你们在这个 网上跟他的评价一样 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会为你们着想的人 包括前一段时间 为了让大家注意安全 包括把自己的行程也会提前 跟那张官方行事去公布 我觉得时时刻刻都会跟大家站在同一个战线当中 跟他们就像你说的一样是不离不弃 一起去承担 一起去分享的 其实我看到大家的 就是很多的时候 发微博啊 然后 就比如说一些留言啊 我都在看 然后大家就说 十年 对于他的十年来讲 就是 其实一直支持我 喜欢我是他十年 唯一坚持的事情 这让我真的觉得特别感动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的 我觉得 我十年唯一坚持的事情 应该就是认真的唱歌 喜欢音乐 OK 还是那句话 一起来喊 你们喊十年那句话 一二三 十年与成 感谢尤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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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同一个团队 还是分成两边 我以为还有上点下点 左右声道不一样 厉害 一家人一家人 而且都没有被对方干扰 这个确实是真的不容易 都是音乐细胞很强的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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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统一一下 来 你喊口令好了 来 十 三 二 一 曾经统一 为你而来 十年与成 感谢尤与成 谢谢 好嘞 左右声道终于统一了 我觉得其实说到十年真的蛮感慨的 我还昨天跟工作人员在聊天 我说 十年了 对 但是说实话 对于魏晨来说 其实十年当中有很多身份的不一样的转换 包括 其实在影视圈当中也有自己很多的作品 而且 其实影视圈当中不光是去唱主题曲 前一段时间又唱这个弟兄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其实在影视圈里也会有戏要跟大家来分享 今年会有新的电影上映 对 所以也希望这个电影方面 能做好自己 该做的 然后努力呈现更好的角色 是 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 有这个电影版的深夜食堂 对 好厉害 评分肯定应该很高 接下来还会有一部 现在不能说太多 对不对 也有一部非常厉害 跟这个影后合作的戏 对 所以就期待 不能讲话现在还不能透露 大家都应该知道 但是具体的时间我还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 等到到时候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你看十年当中 魏晨坚持做音乐 但是其他的身份也没有丢 所以在大荧幕当中 大家一起支持魏晨 好不好 好 好嘞 那说到了支持 接下来就有一位乐成 要作为代表来到舞台 他有一封信要交给你 想要一些话跟他跟你说 来我们有请在这边 来有请 两位 开心一点啊 怎么那么明重啊 不是花儿几重吗 好来 花儿真的很重啊 我实在 还好有锻炼我平时啊 好来来来 在这边 这个自我介绍一下 呃 我叫小花 小花 好 这个有一封信要读给魏晨坪是不是 我们这样 从里面挑一部分 你认为 特别想跟魏晨说的读给他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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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搞完了 嗯 亲爱的晨晨 你好 我们真的在一起十年了 回想这个时间 我自己都有一些不敢相信 这些年你的成长 我看在眼里 你的每一个进步 我都雀跃欢喜 你的每一份作品我都欣赏骄傲 而我的青春 你明明没有亲自参与 却又处处都是你 年少时 你是我眼里所有的美好 你幽默潇洒才华横溢 举手投足一批一笑 都让我怦然心动 在我出入职场时 看着你汗水浸透衣衫 坚定着自己的方向 让我明白没有什么困难 是克服不了的 带着你的坚持 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如今我以为人妻为人母 而你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踏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个阶段 才是最重要的 知道吗 这十年来 我们有许多的小伙伴 因为你到了北京工作 有许多的婚礼 用你的歌声做配乐 有许多出生的小朋友 名字里都带成字 你在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时刻里 都写进了深深的音笔 晨晨 我要感谢你 感谢你填满我的青春 在我的生命里 有了一抹橙色美好的回忆 感谢你陪伴着我 当我寂寞无助的时候 听到你的歌声 总是鼓起面对生活的勇气 感谢你给我带来了五湖四台的好朋友 虽然我们相隔很远 但是我们每天在网上谈天说地 人生尽得紧实的知己 非常的欢喜 所以这十年 不是我们在支持着你 而是你在支撑着我们走到了今天 十年了 短的好像初见还是在昨天 却尝到生命里 再也剥离不出力 每个深深浅浅的脚印 我们都一同经历 走过焦虑 走过平淡 走过繁华 这是我们的旅程 一路走来 点点滴滴 讲也讲不完 今天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经历 装进背包送给你 希望它能够在今后的旅程中 陪着你 晨晨 带着我们的初心 大步前行吧 无论未来的旅程有多远 记得 我们一直和你在一起 接下来就要问一句话 魏晨 你愿意跟这一群人 接下来开启更多的十年吗 我愿意 我愿意 你们愿意吗 愿意 我们的背包也送到了 哦 这边还有一个 OK啊 这个 好 这个礼物一会儿也 嗯 好 也是作为一个背包是吧 就要把魏晨装在背包里 好好好 打包带走 打包带走 好 打包带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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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他 就像陪伴着我们陪伴的你一样 谢谢谢谢 一起看 好 OK 好合适啊 又抱一下吧 先抱一下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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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都愿意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嘞 哎呦好 这封信里面 我觉得 我特别感 让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 他们会真的把你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当成家人一样 在他们每一个人生中很重要的节点 甚至事件当中都会有你的出现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好不好 最不离不弃的是吃魏晨的一群人 来来谢谢 谢谢 谢谢小花 谢谢 来我们把这一会儿交给晨晨 好 这个也帮我们拿着 一会儿交给魏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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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觉得 虽然说每次活动都会看到他们 但是每次感觉都会不一样 十年是真的不一样 是 然后觉得 真的很感动 然后刚才念到这一封 念到这封信也好 然后这一段告白也好 我觉得让我想起了很多 特别美好的回忆 是 然后想起来我 第一次 这个从比赛走出来 然后来到北京 然后大家来机场接我 然后前一段时间 好像是5月20号 我还记得我跟我的那几个兄弟聊天 5月20号正好是我们来到北京的日子 我们一起来拍 来到北京的日子 我们一起来去那个798拍 我最想亮的那个MV 我最想亮的那个MV 对 所以一切都过得这么快 然后这就十年一晃而过 所以我觉得 就是 很多的感慨 然后只能放在心里 然后每个人 只要一起走过的人 都会明白都会懂 对 在旅程当中 有很多的风景 但是大家脚步不停 一起去前进 是的 OK 所以接上来好了 我们现场就用这首歌吧 跟大家来交流一下 旅程 旅程 但今天的版本是第一次 用不插电的方式 对 表现出来 各位 你们可以静静的聆听 也可以小声音的合唱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一起我们特别棒的吉他老师 童哥 童哥 每一次演唱会都会参与 对 你都把我塞 我不离泪 把地图都开着心爱 这一路走来 不可思议 把规则说开 Just you and I 孤独的沉默着 执着而绝望的 下面路口会有奇迹 错过幻里片段 也会遇见平凡 梦是我唯一的行李 Stay on the way 不必再入我遮风的雨 Please believe me Stay on the way 我会担对所有流言的语 Please believe me Oh, I'll play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ailing Can't stop the failing Jump you let me cry Oh, I'll say goodbye No one can stare at me No one can stare at me Stay on the way Stay on the way Oh, yeah Woo, 谁与飞 选择本来就不可能成对 Woo, 无所谓 一切何必被你难不完飞 Oh, yeah Open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ailing Can't stop the failing Jump you let me cry Jump you let me cry Oh, I'll say goodbye No one can stare at me No one can stare at me Stay on the way Stay on the way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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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girl I'm still on my way Oh, no, no, no Oh, no, no Oh, no, no 旅程送给大家 不差点的版本 然后我觉得很多的词都写在这个新的专辑里面 然后 这个一路走来都是大家的陪伴 然后我觉得 其实最最华丽的风景就是那些最最真实最最朴实 然后最最让人不轻易就一眼带过的那些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会永远记在心底的 谢谢你们 好 掌声送给魏晨 送给我们的通过 谢谢 非常棒的其他老师 OK好 来我们一步到这边来 魏晨 我们到这边 其实我觉得对于演唱会来说 你们每一场演唱会都会跟随魏晨的脚步吗 对 我们回顾一下其实演唱会 应该接下来如果跟大家再分享的这一轮 应该是第五次做巡演了吧 对 五次演唱会是对的 对于演唱会来说 你现在多一点的是 激动紧张 还是一些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情景 我觉得是期待 期待 对 因为新的演唱会就意味着有新的作品 然后也会去到 我们之前没有去到过的城市 OK 然后也会有 这个 每一次都一定会要来的歌迷 然后也有一些新鲜要加入来的歌迷 我觉得都会很期待 OK 你们都在哪个城市上的魏晨的演唱会 没有 好 统一都是来自北京的 对对对 这样 魏晨王只在北京跟魏晨唱会一样 怎么可能 南京对不对 还有哪 广州 好 深圳 还有哪 北京 北京 哪 武汉 武汉 OK 你看 这样就说 我们全国就都开了我 哈哈哈 但接下来 请要跟各位也要分享 来我们到中间吧 好 要分享到的 其实说到这次演唱会 我倒其实特别想问魏晨 因为大家要知道魏晨是做事很认真的一个男生 每次演唱会都是非常精心的去选歌 排舞 然后造型 甚至是很多神秘环节 之前其实在演唱会当中 有这个 办过熊猫玩偶 跟大家去送礼物 对对对 然后还有这个拍立得 给送大家照片 对对对 这次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环节 一定会有 也会有 一定会有 但是这些梗是不能泡的 如果泡了的话就 我觉得不惊喜了 对对对 你还不出来了 下次一见到熊猫 啊 抓住他 所以你真的有没有 真的现在想起来 以前演唱会的一些 现在就是这个熊猫 就是不能在演唱会出现 所以一出现在说 这就是魏晨 对对对 怎么可能 这次说不定就真的有来了 哈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 OK 其实说到演唱会 呃 对于你来说 你觉得演唱会对你自己而言 你觉得最难决定的是什么 最难决定的就是 你一定会选到一些歌 然后放弃一些歌 啊 因为这个 这个十年积累下的做这个音乐作品也挺多的 嗯 然后不是每一张专辑的每一首都歌都可以唱到 OK 对所以还是 选歌的时候是最纠结 最纠结的 对对对 那纠结 还有一件事情最纠结 是吗 选城市的时候是最纠结的 选城市 因为你选到哪都会得罪人 哦 对 那其实今天领导也都在 是不是 中国有那么多的城市 有那么多的歌迷 一会再跟他们说啊 这个家场的事情就看你们一会的表现了啊 好 收到了城市 这次先透露一下 有新的城市要来了 所以到底是新增加了哪些城市 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看一看 新一轮的旅程 未成演唱会 会去哪里拿见面 我们一起来看 哇 哇 哇 I want to run away 那些美好悲观都一遍 听不到 我走到你的学校 读懂你的心 愈了得高 我 谁可以的好 我快乐都是你给的 再不打退缩不是我的调调 I'm a little bit like that I'm a little bit like that 我真的快要动了 只会把气氛秒了 等会一直相信你会是我的爱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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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大声的say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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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whoo I'm a little bit like that I'm gonna blow you my mind I'm a little bit lik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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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nna break it break it down to the beat Everybody you love what I mean You have the copy like a rockstar 别担心音好像做了摇哭鞋 不要因为我直接只会说 I don't care A Molly A Molly A Naru I'm a little bit like that I'm a little bit like that I think that's my love A mentor A Zero I think that's why 好 OK 好 剛剛就公布了 我們用一個回覆的方式跟大家也引出了新一輪的旅程演唱會 這要去到的城市分別有我們的第一站是在成都 然後還會有我們的北京 長沙 然後廣州和上海 而且有新增加的三個城市可以說也是第一次去 對的 我們接下來就把海報一起公布吧 好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新的海報會是什麼樣子 OK 2017魏晨巡迴演唱會的海報 大家看到了 就是這個特別的一個很陽光也是看起來就是要去世界各地的感覺 城市底下有成都 北京 長沙 廣州 上海 時間現在大概可以跟大家說吧 成都大概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九月份吧 九月份開始 然後最後一場應該會到明年的一月份 哦 太難的方式了 OK 來 我們衛城站在中間吧 這次這個海報也是非常的特別 而且其實我們先從城市開始講 成都還有長渣和上海是第一次去 對 這三個城市對你來說應該都有一些特別的意義 成都嘛 成都嘛 成都是我這個上大學的這個幕下的地方 然後也是參加這個比賽 最開始的 對 所以我覺得成都一直沒有去開自己個人的巡迴演唱會 這個就是要等到幾年十年的時候 那去成都的話 關係票應該會要很多吧 學校老師說 魏晨你回來了 竟然不請全校的同學看一下 哈哈 那贊助商們可能得多開一場了 對不對 對對對 你看這個到了大本營 可以加演嘛 對 程度是這樣 那長沙也是夢的起點對不對 對對對 回到了湖南廣店 何老師說 哇 魏晨你回來了 不請大家台裡頭看一下 那在主商們可能還要再下一場 你看 哈哈哈 我把你這樣講了 長沙對你來說也更重要了 是是是 對 長沙是這個比賽 然後出道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也是很有紀念意義的城市 廣州 上海 廣州之前有去上海是第一次 對 上海去開熱城 你希望那邊的熱城們是個什麼樣 因為上海他們覺得可能會不會 沒有那麼的外放或者內向一點的話 不會 不會啊 不會啊 也像你們一樣這麼彪悍 不會啊 OK 上海 因為之前都是去南京啊 然後活動一般都是去蘇州啊 是 上海 然後上海是一直想去的 然後這一次也是覺得十年啊 一定要去一下上海 好 因為這個北京和上海嘛 都是很重要的城市 是 OK你看版圖再擴張起來 而且呢 據說還有新的城市會慢慢的增加進去 所以呢 我覺得各位期待一下吧 從9月份開始 一直到明年 在不同的城市 你們都可以看到你的男神魏晨 把音樂帶到你們身邊 好 其實我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小片當中啊 大家說哇 那個衣服 還會不會讓我們再看到就是敞開度那麼大的 或者說 會不會有一些 看起來哇 非常性感的舞蹈動作 還有嗎 對 這個 之所以把它放在冬天 就是因為想多穿點啊 對對對 免得大家這個 不用心聽歌 多注意別的地方 對對對 那他們也樂意啊 環節還慢慢在設計 再來提前問個問題 演唱會 因為其實之前的幾個演唱會有嘉賓出現 這些 有些有沒有可能有些特別的神秘嘉賓來 想 就是想 不神秘 不神秘 他們這裡有梗了 就是每一次嘉賓都提前 就是 會勾勾勾的方式 對 他們說人家都是神秘嘉賓 因為誰是不神秘嘉賓 本願這麼來 對 沒有沒有 OK 所以我覺得嘉賓還是希望能夠請到 然後這個也是盡力在邀請關係好的朋友 對 然後希望他們都能夠同出時間來參加一下 畢竟十年的這個演唱會 特別的意義嘛 對 OK 期待一下了 好 我們回來說一下這個海報好了 海報也是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海報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他們說 這這邊其實只有兩個位置在上面 這個也是 對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主題 其實因為本身的新的唱片的名字 然後還有演唱會學演的名字都叫旅程嘛 其實大家一看就是有一個旅程的概念 然後這個一路走過來 然後自己也是這個自己的見證人之一吧 是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一個名字叫做眼前一亮 就是你會覺得啊 眼前突然很開闊 可能有的時候你在你在走這條路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的未知 然後有很多迷茫的時候 但是你真的一路走過來再回頭看的時候 你會眼前一亮豁然開朗 就是你覺得一路走來 那些付出 那些堅持 那些汗水 那些淚水 都是值得的 有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只有一路你是這樣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 你現在才能站到今天的這個位置 然後走到現在你能夠完成的這個目標 好來我們請魏晨跟這個第一次公開的海報拍一張照片吧 來 來各位 非常具有寓意的一張海報你想站在哪裡 拖著它是吧 來我們看前面正前方 第一次跟大家見面的不同寓意的海報 然後左邊 中間 中間等一下啦 右邊 那邊還有直播的朋友啊 OK 然後再來一次中間好了 給我們的媒體朋友 然後還有後面 好 好每一面 OK 好每個角度 未成都可以駕馭 好 OK 來來來來來來 這個海報還會經常出現了 今天 對 對 還有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視覺海報 然後接下來還會有其他的不同的海報 會 也這個 在不同的時間揭曉 對所以大家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OK 好了 剛剛既然說到了 在不同的城市會有不同的設計 而且有可能每一站或不同的嘉賓 那接下來我們就通過一個朋友祝福的MVCR看一看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 好 好 好 接下來看一看好朋友們對於未成的祝福一起來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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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何九 大家好 我是李纺 大家好 我是陳豬宇 大家好 我是周東穴 大家好 我是田亮 guessed 我是湞 being pinch 子 大家好 誤知 佐藝 Protect sj Tou 精 在这里我要预祝魏晨十周年的演出成功 预祝魏晨的十周年巡回演唱会圆满成功 魏晨十周年巡回演唱会圆满成功 十周年巡回演唱会圆满成功 十周年巡回演唱会圆满成功 在这里预祝魏晨的十周年巡回演唱会圆满成功 十周年巡回演唱会圆满成功 十周年演唱会成功 十周年许演 圆满成功 许念有一种一切成功 一切顺利 魏晨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学习性的 一个比较全面的业业 而且他很清佩 知道魏晨他一直被自己的音乐 运势业 健身都特别要求自己严格 十年的轻微演唱会 初心不变 十年了初心不变 魏晨这一次要带我们用他的音乐 展开一段非常美妙的旅程 十年旅程初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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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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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为魏晨加油 加油 在这里想 我既往继续魏晨 希望你保持着你那份真正 希望你保持着你那份 你学习得开 出道十周年 是一个快乐 但是接下来 还有很多个十年 加油 好温暖的祝福啊 而且呢跟嘉辉哥其实 之前在这个病哥最后就有合作嘛 对 接下来深夜食堂也有跟他有再一次的合作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看到了里面有这么多的前辈也好 同龄的艺人也好 不同的祝福 还有一位真的说的广告词都不一样 对 但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是真心的来说 因为十年对你来说 对每一个艺人来说 十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对对 到底会是谁来 我们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是吧 对对对 到时候去现场看了 对对对 希望他能够保持着那份神秘 保持那份神秘 对对对 好其实说到了这些艺人朋友 他们也算是一份你的歌迷分子了 对这个可以说他们也支持你喜欢的音乐 那今天呢 我们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歌迷 他们也作为一个很神秘的身份 来到现场要代表他的身份 和他的这个作用送上一份他的祝福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水密码的 我们的品牌代表张女士 作为神秘粉丝来现场 有请掌声送给她 很漂亮的 来 你是神秘粉丝代表 所以为什么神秘 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在想 我这么神秘的身份都被你看透了 我也只能承认了 接下来我要公开一下 诶 这位歌迷朋友们 好给力哦 我看到盲场的小蓝盒了 谢谢 要补装 现在开始大家 要开始补装 颜值观嘛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水密码 其实跟魏晨特别的有缘分 因为魏晨一直是一个不万初心 然后非常坚持她音乐梦想的一个偶像 老实说我们都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棒 正能量满满的偶像 主要是长得帅 对 所以呢 今年二月份的话 水密码也有请了魏晨 当任我们的首席颜值观 对 确实是长得帅 所以对 都说音乐和妇妇品都是让女生能够变得更美好的事情 是 对 是吧 所以的话我也希望魏晨的音乐 还有我们水密码的一个补水小蓝盒 妇妇品都能够让大家更加的一个美丽 OK 更加女性朋友的一个越来越水润 越来越美丽这样的一个 诚哥你的职任重大 好 我会继续同志的 对 对 我觉得刚才那个说的特别好 就是说 这个音乐 这个由内而外 然后妇妇品是由外而内 哦 双重功效 对 怪不得我说我的这个 这歌迷会的颜值越来越高 哎呦 厉害厉害厉害 难怪 既然 都不敢跟他们一起合影 对对对 来补妆一下来 对 既然说到了水密码跟魏晨有这么亲密的结合 但对于这次演唱会来说 也有一些更加进一步的活动 对是的 因为这一次的话 也要公开我们水密码跟魏晨的另一个神秘的关系 真的 真的 就是说 也就是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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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拍视 就是水密码也太着急了 也就是说 我们水密码品牌也即将独家光明赞助 10年的演唱会的第一场成都战 哦 哦 OK 所以到成都大家除了能看到旅程演唱会 还可以看到水密码 对 满满的颜值和音乐一起来 好不好 好 哎呦 既然说了这么多 那其实我觉得 不光第一场嘛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还要开到明年的 水密码在全国的销量 是不是都很棒 是 你们都会买是不是 是 那后面几场也考虑一下呗 哈哈哈 加码是不是 一会儿换你来你也加码 哈哈哈 那我们 有没有可能性吗 看一下 不敢乱长 张女士不敢在她乱长 哈哈哈 好吧 那我们也做一下魏晨的演唱会 感谢 感谢支持 感谢支持 好 我们这边有一份礼物要送给 张女士用魏晨亲手来交给你 一份签名专辑 上面写的水密码 OK 好 二人来拍张合影吧 来一起 看美女朋友 女神巡演见 来正前方 正前方 然后看前面 前面 然后左边 右边 右边 再回到中间 我们一起来对水密码说感谢好不好 来 一二三 谢谢 好嘞 感谢 谢谢 谢谢张女士 后面几场合同一会儿就可以发给你 哈哈哈 笑到牌子都掉了 好了 我相信呢 有这么好的代言人 有这么好的品牌 有这么好的音乐 接下来有更多的可能性了 我觉得其实对于音乐来说 就像护肤品一样 都有着可以让人去变美或者是治疗的作用 让大家从心情 还有从感官上都有非常多的体验 对对对 好 这是颜值观的作用 所以成都场水密码是肯定会跟大家见面了 既然说到了惊喜 这是一份神秘惊喜之外 接下来 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特别惊喜 因为刚才说到了每一场 魏晨都会准备一些特别的环节 在不同城市出现 今天我们四位粉丝 来吧 他们每个人会拿一张十号图克牌 背后代表着一个惊喜 我们 四个人上来就是一个炸弹 真的是 好怕一会儿他们四个人在舞台上消失 四个 这样 有个特别的作用 你在这边我到这边好了 特别的作用 四位呢 每个人后面都代表着一个特别的任务 接下来 我们 我们让他们四个选上现场来选 他们选 我怕得罪人 你们四位这样好了 可以来选择一下 在哪个城市去完成后面的任务 北京 北京 哎 这个要公平哦 因为有不同的城市 好不好 你们不用 你们不用听他们的 你们自己说了 各选一个 对对对对 这是代表的城市 你先来谁先来选 你先来选 好 你选北京 你选北京 来看看你代表着北京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你看就是害怕但是我回不去家的 二 一 为什么 你们看大家 在北京场会干嘛 台上 台上换装 台上换装 约织好 在北京场的演唱会 为什么会干嘛 换 换 你们四个字台上换装 我没有耽误你们学习耽误到这个地步吧 到底是穿衣服 一个字和四个字都分不清楚了 换装就代表着可能是脱衣服 可能是穿衣服 对对对 好 也有可能是用水明马骨妆 好 这是北京场 接下来谁来 你来 好 你代表哪个城市 成都 来 3 2 1 成都要 现场自拍 好 好不好 可以可以 这个现场自拍在成都场 接下来 你们俩谁 你来 你代表的城市是 长沙 长沙会怎样 3 2 1 惊喜福利 这个就是不公开的 不公开的 对到那一天在长沙场才会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利 对不对 你们期待是什么 一个字 太恐怕 太恐怕了 你代表的是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城市 广州跟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来 3 2 1 神秘 神秘 VC 哇 我让你也来说 这个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剥些什么内容了 对不对 可能也是换装过程 也有可能 好 总结完了四个惊喜就是一个惊喜 是吧 太恐怕了 这样好了 我们选好像广州战因为是四张牌 广州战我们也不能落下 要不要也来一个这个惊喜福利吧 哇 女孩子矜持点好了 换你们在舞台上你们敢吗 真的是 今天有直播的 你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举止都会被拨出去 太可怕了 对 女孩子让一个男人拖 回头老公看到了 什么 什么今天啊 对 对 走不了了 啊 神 你是我的老公 好 哎呦 那在家可以 在外面公开什么不行 好 惊喜福利我们给广州上来留一个吧 对对对 好的 到时候再公开 好 公开了之后我们请为陈在中间拍一个合影吧 跟他们 我们先把牌子转过来 转过来拍一张 然后翻过去再拍一张 来 跟四张网牌 来看正前方 我是那个四代一给带出去的 哈哈哈哈 大毛 来正前方 左边 右边 好 好 接下来牌子翻过来了 下面 有图为证啊 对有图为证的 好 你看中间 左边 右边 中间 中间 好 来 好的 谢谢 谢谢四位翻牌的合观 谢谢你们 谢谢 好了 哇 惊喜了 到时候这个肯定会一一兑现的吧 会的 会的 到时候看一看在舞台上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OK 我相信其实说到演唱会 当然除了有粉丝的支持媒体的支持之外呢 也少不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主办方 所以接下来请上这一位呢也是我们的熟织的好朋友了 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广州乐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黄兆峰先生来到舞台给我们也送上祝福 有请的安乐哥 掌声送给他 远道而来 感谢卫城工作室 感谢各位的乐成们 我参加过很多的发布会 呃 我们做巡演吧 每次的发布会呢 都有我们很多的粉丝朋友 歌迷朋友过来 但是卫城是 特别的一个艺人 因为我们之前做过的很多的粉丝呢 都是站在后面 没有关注到吗 然后今天呢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我们跟晨晨开会 也就是说我们的娘娘粉丝要坐着 然后会时间比较长 嗯 还有一个多小时 他非常的关心 关心你们 然后他怕你们累了 谢谢 谢谢 我都没有多累 站了多小时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ok 那这次呢 是我们乐福文化第一次去全程主办一个 呃 内地的一个艺人的演唱会 那么也非常感谢 那么 晨晨能够把他十年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责任 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合作 好 那十年 对一个男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 呃 从一个很帅真的男孩 那我看到了 从07年一个很帅真的男孩 到现在一个很沉稳的 男人 对 男人 对对对 然后从他 呃 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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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涩的那个年代 那么到现在的一个非常成熟 清熟 清熟 很清熟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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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呃 那么他的音乐也在不断的在在进步 呃 我们一起来说谢谢好不好 三二一 谢谢艾文哥 耶 那么我们也非常幸运的 那么我们 哦就是粉丝代表 有一些花 你们送给艾文哥的 哦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这意思就是花都收了 再加几场吧 嗯 嗯 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也是特别特别特别 特别幸运的 那么我们能够呃 呃在未成最好的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合作了 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着 啊我们用最好的制作团队 啊最好的服务 嗯 服务好我们的歌迷朋友们 啊服务好我们的艺人团队 我们全力的呈现给大家一团精彩的演唱会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艾文哥 二位合影一张吧 也都是好朋友嘛 好不好来 来看正前方 正前方 好左边 右边 中间 中间 我们再来说谢谢哦 来321 谢谢 好嘞 好艾文哥 稍等稍等 接下来既然呢 我们已经跟大家正式宣布了 今天我们的 新专辑演唱会 时间地点以及内容都跟大家公布了 那我们今天就正式要开启我们 魏晨新一轮巡演的这个旅程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启动我们的启动仪式 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环节 有请到我们来自 巨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我们的总裁蒋大宽先生 还有我们的水密码的品牌代表张女士来到舞台 我们一起来开启魏晨金色的旅程 来 各位 我们用这个金沙的方式 把它浇灌在这个我们的logo当中 开启2017魏晨十周年巡回演唱会 来 我们把这个沙子也拿上来 好 美人一壶 美人一壶 一会儿又会了不着急 谢谢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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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转引玉 来 我这边 准备好啊 我们一起我们三二一一起喊成功好不好 来 三二一 成功 大麦 大麦 金色的旅程即将开启咯 好 我们到的好快啊 好嘞 那我们就看正前方 正前方来 看正前方 旅程 左边 左边 右边 在正前方 好嘞 演唱会就正式启程了 我们出演唱会 票房大麦 然后每场都成功 好不好 每场都续 对啊 继续加码 对吧 对 重点在这儿啊 继续加码 我们也加码 对 公布越来越多的城市好不好 陆续会继续公布给大家 虽然演到二十年了 哈哈 蒋总要谢谢蒋总的大力支持 好 接下来我们在舞台上 要一起来奋香槟共襄盛举 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北京市 演出有限责任公司的高级总监 史智宇先生也来到舞台 跟我们一起来举杯共饮 代表着我们的旅程 对 北远跟我们合作第一场 对 首战 哦 第二场 北京战 对 最重要的一场 来 我们每人拿上衣服 哦 这边也有 谢谢 谢谢 好 来 好 我们一起来举杯哦 代表着演唱会像我们的香槟一样 可以在全世界都闻得到 来 一起碰个杯 Cheers 加油 加油 谢谢 演唱会要成功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谢谢 好 喝不着啊 是吧 一会儿送给你们 OK 再次把掌声要送给我们的每一位在场的嘉宾 还有我们魏晨 干擾 好不好 好 干擾 干擾 好 干擾 干擾 好 干擾 谢谢 谢谢 好 那魏晨 来 最后有什么要跟大家做出的吗 在这里要感谢所有的这个到场的歌迷朋友 然后所有这个合作的团队 然后所有的这个老板们 然后也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 因为觉得这个对于魏晨来讲这个十年这个旅程的专辑 还有这个演唱会 对我来讲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这个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把新的专辑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然后这个新的演唱会能够让大家满意 我们会加油的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旅程新端季已经正式上架了 9月份开始第一场成组演唱会 期待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魏晨我们稍各等待 好 谢谢媒体朋友们我们可以来准备一下 稍后开始我们今天的媒体巡访 再次谢谢各位嘉宾和我们乐成 谢谢各位 演唱会见喽 以后拍摄点赶在咱们下来的楼梯走 最后一盘 最后一盘走 我觉得别动了 这一盘最后一盘走 这一盘走 这一盘走 走 走 不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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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盘开始盘就下了 走 走 最后一盘快点 好 各位媒体朋友我们可以把你们需要移动机位吗 不需要是吧 就在那边就可以 还是要到舞台 舞台上可以可以到舞台来 不行就在那边是吧 OK好 魏晨稍作等待马上就会回到舞台 好 要有垃圾 再走 垃圾 有了 第二盘 大家 来 多时再认得好了 走吧 那一步的开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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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的沉默着 执着而绝望的 下的落口会有奇迹 走过环璃片 关于会见平凡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Stay on my way 不必再陪我穿风到雨 如果超只能等,"Please believe me, stay all my way 会面对所有的恋静 Please believe me,再拍下去 再拍下去 可以 可以 请 我 可以 可以 我今晚考虑 我今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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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有多好努力的 So believe me 与你相过我是如此幸运 永远的沉默 沉迟中的却温暖 夏天都够会有奇迹 刚才深套我 所以你应该自己的回忆会有些迷惯 不是我唯一的行李 So the way 我都很难 我就相信他们 我都不疼我 我腰臉了 我是女人 男人还没想看 你不想成为今天还帮我腰臉了 那可能我会不会走啊 好,來,各位,麗香老師可能聲音要拉低一些了 來,再次有請魏晨,我們的媒體朋友各位 現在就可以開始我們的曲法,來,魏晨 我們給魏晨拿一支麥克風 然後我們也給各位有準備一支麥克風 媒體朋友要提問的就可以來示意我們 好,辛苦各位媒體朋友了 辛苦辛苦,謝謝大家 我們哪位媒體,這邊是吧,來,我們把麥克風遞到這邊來 這邊一位媒體朋友先來提問 我們最後給各位媒體再留一點拍照時間 好的 你好,請問請看的 好,你好 這一次就是新專輯自己當老闆之作嗎 感覺有什麼不一樣嗎和之前 我覺得跟之前可能會怎麼講壓力更大 對,但是我覺得不論如何 我覺得做一張有品質,然後有內容的專輯 一直是每張專輯的這個宗旨吧 對,所以我覺得做這張專輯也是一樣 其實我覺得對於所有的團隊來講 其實為歌手,為藝人包裝一張專輯 其實並不是一件難的事情 因為都是非常優秀的團隊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有什麼故事想要分享給大家 然後你在這張專輯裡面想表達一個什麼樣的感覺或者氣氛 因為我覺得可能專輯每一首歌你想要講某一個故事 其實是並不太容易的 但是整張專輯有一個氣氛 然後有一個十年的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就把它變成了一個旅程的這樣一個概念 感覺一路走來 自己也是見證者 然後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歌迷 然後所有的媒體都是我的見證者 所以我覺得一起成長 一起沿著自己人生的軌跡一路往前走 我覺得是每個人會軌跡不同 但是完成自己人生目標的那個方式 都是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有很多好友送了祝福 董事件也送上了,然後他也快當爸爸了 你給他送什麼祝福嗎? 那肯定是恭喜他 對,肯定是恭喜他 對,肯定是恭喜他 對,所以這個是趕不上他 但是我會努力的 對,對,對,謝謝 你好,魏晨你好 實際上我看到在2008年的時候有出一本Low Mo三連 然後在2013年大概會在韓國就是大概修煉回來之後 會有一個寫真集的一本書 修煉回來 對,因為我覺得算是音樂作品或者自己都是一種鍛鍊吧 磨練 對,所以想問的就是像今年十年旅程 然後有什麼想要再出書或者說寫真集這方面 有沒有什麼的新的? 我覺得會準備吧 因為其實每一次大家都說你要不要出一本寫真去紀念一下 其實我覺得每一次我出寫真集都是有自己心裡想要說的話 我再會出 我覺得大家喜歡裡面的照片是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什麼 是有意義的,是跟別人分享的內容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並不是一個形式的東西 所以寫真這件事情沒有提上日常 但是我覺得也並不一定是十年就會發一個寫真 我一定會在有想講的,有想分享的,有想一起探討的內容的時候 我會做這個寫真集的這個計劃 對 好的,那祝你今天演童會成功 感謝,感謝,謝謝 好,來,隨便 魏晨,你對今天的發布會最大的亮點是什麼? 你覺得最大的亮點應該就是我了吧 除了你 除了我 除了我 除了我,都是亮點 那這個問題不算 除了唱歌這方面的,然後對生活有什麼打算? 比如說結婚啊 對,就會好好生活 然後這個 好,我們就跟這次寫演的唱片相關了 OK,好,這邊 魏晨,你好 你好 想問一下就是 這十年來說,跟我們講一下你十年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最大的不變是什麼? 十年最大的變化 我覺得一直在變化 大家看到的變化比如說 對於音樂的理念 然後對於創作的能力 然後對於唱功 對於舞蹈 然後對於外形 然後都會有很多的變化 但是我覺得那些變化是 對我來講是 相對於來講是 你通過努力 通過時間的積累 就可以做到 但是其實 寫這張專輯的時候有一首歌叫《不變》 其實我覺得走過十年 回頭再看 我覺得 不變的東西是最難做到的 就是 你對一件事情保持著一種堅持 然後對一件事情保持著一種最初的那個愛 那種好像不計成本 不計代價的那種愛 我覺得是很難的 所以讓我覺得這件事情 雖然沒有辦法去形容說 你一十年來 你有什麼最華麗的風景 我其實覺得 每一場演唱會 每一次的演出 每一個新的作品的誕生 都是覺得華麗 但是什麼是讓你最感動的 就是大家對你不變的支持 還有你自己不變的堅持 是最難忘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大家都看在眼裡 改變了的東西和不變的東西 我覺得也是我覺得最最重要的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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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好 這邊中間 中間的美麗 你會演唱這個旅程這首新歌嗎 會的 就完了 你再不演我嗎 我要不演你要退票嗎 我們的主題就叫做旅程 我可以用手刷和你說話嗎 可以嗎 你需要翻譯嗎 不需要啊 不需要啊 就是 就是你把那個 所有材是在成都 然後一堆成都 還有什麼 一堆成都的KC 有什麼影響比較深的 成都嗎 就是美女啊 成都 除了冰月 那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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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吃的最好吃啊 那是吃的 那是吃的 然後其實最最重要的 還有我的學校 對 然後因為我是 因為出生在蘭州 然後一直到18歲 就一直待在蘭州 然後成都是一個第一次離開家 然後在另外一個城市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那會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那除了你的大學 那你還有什麼地方 影響比較深的 北京 不 成都就成都那裡頭 除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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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就是上大學 你平時都沒出去刷過呀 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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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溪路啊 你 你說一句子唱話嗎 春溪路三 好 OK 成都話 留在我們成都場了 來這邊 我們這邊未聽我最後一個問題了 你走孩子嘛 人在 就是你的MV 有請到楊盛林嗎 兩個小朋友 那鬼鬼也有說想要和你組CP 那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合作嗎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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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那17年現在 演唱會和那個專輯也發了 什麼樣的心願嗎 在這樣的 我覺得還是 期待有更多的新的作品嘛 對 音樂方面也是一樣 然後包括今年的 群惠演唱會 其實去年沒有做群惠演唱會 到今年做一個十周年的群惠演唱會 我覺得是 之前就有想過的 而且 正是因為這樣一個主題 讓自己覺得好像壓力更大 因為大家總會覺得 啊 十年了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演唱會 呈現給大家 對 對所以我覺得還要更多的去跟團隊磨合一起開會 然後頭腦風暴 然後把這個演唱會 變成 變成大家心目中大家想像的 那個十年的演唱會 除此之外音樂之外 我覺得影視還是會認真去做的 對 那演唱會裡面 嘉賓其實是一個亮面嗎 你選擇嘉賓的標準是什麼 今天到時候選擇嘉賓的話 選擇嘉賓的標準 我覺得 我覺得一定要有關係比較好的吧 然後在台上能玩得起來能聊得起來的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然後來一定要開心的 他的機場經常有見 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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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我們就到 我們就到這邊了 好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給一點時間來拍拍照吧 好吧 來 好 我臉有沒有紅 還好吧 那你也是喝完我臉 好大的亮點哪 真的是亮點來了 來來來來 中間中間中間 喝多了 來來來來中間 哈哈 劉璇最丟人的一次 哈哈 來媒體朋友們 這邊中間 重點在這邊啊 亮點在那邊 好 真正的媒體沒有一個發展 好 OK 好來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謝謝魏晨 好啦 謝謝今天亮點波多哦 掌聲送給魏晨 謝謝也照會這樣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各位媒體 謝謝魏晨 OK 好 謝謝 小鈴鐺 對 我也有 很喜歡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